台湾最重要的投资者来自欧洲 台湾有势就是全球有势 欧洲人当然关心台湾的安危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明家来了 今天的明家是淡江大学 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 欧洲研究教授卓中宏 我们欢迎卓教授 主持人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教授刚刚从欧洲回来 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来谈一个欧洲问题 教授在访问很多欧洲的机构当中 其实你应该有看到一些 他们紧张的一些气氛 那更重要的是 这个时刻我们刚好在台海危机 飞弹飞来飞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紧张的 所以你在欧洲有感觉这种 欧洲这个高层他们怎么看战争 其实还好 就是我上个月去到了欧洲 他们正好有三场非常重要的高峰会议 第一个是欧洲联盟高峰会 第二个是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第三个是七大国的工业集团的一个峰会 那这三个峰会它其实都有一个交集 也就是它把焦点都放在了俄罗斯 放在了中国 也就是说我怎么样去因应 俄乌战争带来的一个安全威胁 以及中国大陆的崛起 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的重点会放在俄罗斯 而不是中国 这个走向大概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再加上它碰到的是一个 普丁非常强势的一种领导风格 你现在不管是军事上的压制 或者是所谓经济商的制裁 它其实很难去逼迫普丁 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让步 尤其俄罗斯拥有一个 大规模的核子武器 那这种核子武器 一般我们看都是威吓作用 但是你就很难想象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把俄罗斯 逼到了一个绝境 那逼到绝境之后 你今天普丁到底会不会采取一个 非常强硬的毁灭性的一个相关措施 那如果就从我们台湾的角度来看的话 老实说俄罗斯战争就离我们有点远了 那我们比较关心的 当然就是所谓的台海周边的一个局势的发展 对于中国的一些一举一动 然后对我们的一些军事上的一些演习 我们当然就会变得比较敏感 然后这个当然就从一个所谓的地理位置 从历史的一个角度 大概就可以感觉出它其中一个差异 我有看到一些欧洲厂商 他在思考什么 他说欧洲对于亚洲的投资布局 台湾是一个重点 我相信今天战场如果是在欧洲 他们的重点会在俄罗斯 可是欧洲厂商在亚洲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台海危机对他来说 是一个大的一个因素 对不对 所以像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我们就看说 如果今天俄罗斯战争 教授提到的时候 它变成一个很极大的压力在那边 然后又是一个长期战 然后又可能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游击战 这样的情形之下决定整个欧洲的大方向的高峰会议 他们对这件事情他怎么反应 现在他们在看这些事情里面 因为欧洲战争打了有点久了 所以他们现在把焦点从军事上的对抗 经济的制裁 它现在慢慢转到了民生经济来了 欧洲战争所引爆的一个粮食危机 俄罗斯跟乌克兰它是世界主要粮食出口 他们都预估 如果今天欧洲战争带大家去 乌克兰的一个粮食出口持续发生问题的话 这世界上至少会有三亿以上的人 会发生所谓的粮食上面的饥荒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的话老说 它就让欧洲非常痛苦了 所以现在他很担心说 我地中海难民又要起来 这一起来 我东边俄罗斯乌克兰 乌克兰又已经有四百多万人 现在滞留在所谓的欧洲 所以难民问题对于欧洲来讲 它其实很难去做相关的处理 因为它牵扯到所谓的人道上面的一个援助 它没有办法靠军事 它没有靠一个经济上的制裁里面 去做相关的一个解决 那再从这个地方衍生出来 现在能源上的危机 欧洲对于乌克兰的一个能源依赖 它真的比重非常的高 短期之内它其实并不太好 去找到一些替代的一个市场 所引爆出来的一个 一个所谓通货膨胀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这些所有我刚刚所提的 它都跟一般的民众的日常生活有关 周老师在提这件事情 我们大家都不要以为那只是经济数据上面 其实我们为了这一次的这一集 我们跟在欧洲的台湾留学生 跟他们请教 就是说民生到底被战争影响到底多严重 仁杰你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 我现在在一边照顾英格一边对受财产 哇你这样真的很辛苦 仁杰你现在已经在欧洲四年了嘛 你四年在法国里面搬过两次家 那你有感觉那物价哪一个地方是最不一样 特别是你看第二个小孩都生出来了 很多民生物价让你冲击很大吧 近年年底都突然收到电力公司通知说 它突然涨个15%的电费 我们就吓死了 说什么突然 不是像台湾涨个几% 也是直接涨15% 所以就可以很 有可以感觉到非常立即的冲击 尤其是电价 另外一个比较有感的是油价 法国2018年的时候 油价是大概1公升1.5欧元 所以大概是折合大概是45块台币 但是前两个月突然涨到2欧元 60块台币 如果一次加有30公升的话 那你不是整个荷包都瘦了一圈吗 所以这样的情形 是不是还包含汇率的部分 我们看汇率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对那个是很想哭的一件事情 我先从我第一次来法国的时候 是2012年十年前的时候 我是大学 然后来法国教授学生 大概6个月 那登到时就觉得说 欧元好贵喔 一欧元要45块台币 6年之后 2018年来到法国 突然觉得一欧元变成35块台币 就可以买到一欧元 就是有赚到 但是从4年前 一路这样4年前每一年 我发现说怎么越来越不对劲 从35块钱变成30块钱到33块钱 然后今年的时候变成30块钱 跟美元差不多了 现在突然就觉得薪水变迫很多这样 所以另一个部分 你有自己预估吗 到年底的时候 如果加上这个天然气的变动 你觉得那物价大概会往哪个地方走 觉得一定会继续转下去 然后第一个最冲击的来源是电费 以欧洲来说 法国是70%是用核能发电的 所以核能发电对于 不会是用天然气等等的 所以被乌克兰战争会影响很大 但是欧洲这边的能源是互相流通 它会互相支援 别国会被买的能源之类的 这样的能源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一定会被影响 除了就是电费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是可能 我们比较担心的 对欧洲来说是冬天要吹暖气 因为太冷 不然会冷死这样 这是安全性的问题 欧洲呢 尤其是法国 或是应该说大部分的欧洲国家 等一半以上的暖气来源 是烧天然气的 所以说肯定说今年年底之后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 那个瓦斯的天然气的暖气支出 这是肯定预期的 理解 所以这个天然气的事情 其实它就是因为 北七一号二号 这个部分的供应不顺 让我们看到出来 它的价格其实是 会在年底的时候出现一波的变动 是是是 这是我们要担心的事情 谢谢人杰 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不会不会 再见 很有趣 对 对 可是我们其实很担心 就是其实台湾留学生在欧洲 他感受到这个民生物价的部分 那他提到这个北七一号二号 其实这个是一个真正是整个 俄乌战争的关键嘛对不对 那其实很多人还是不懂 所以可不可以请卓老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东西 德国前总理梅克 他其实在执政期间 他有替德国跟所谓的欧洲经济 设计出两条主要发展路线 那一个的话是希望未来的市场 就是出口市场能够更应稳定 那这个当然就跟所谓的中国跟他印度跟东亚国协 他所签署的一些经济协定有关 那第二个的话主要路线的话 就是刚刚我们王文杰先生所谈的 有关能源转型的这一块 那能源转型这一块的话 也就是说像欧洲希望能够逐渐淘汰核能 火力发电 然后用再生能源跟天然气来作为替代 那这种天然气的话 就是梅克执政时期 他就跟俄罗斯 他签订了一条所谓的天然气供应的一个协定 从波尔迪海那个地方这样过来 我们称之为北七线 所以这盖完之后呢 他又沿了几乎是平线路线 再另外盖了一条 然后称之为北七二号线 所以就是北七一号跟所谓的北七二号 他就造就了德国以及欧洲国家 高度的依赖俄罗斯的一个能源 所以如果你今天这样看的话 现在欧洲有大概三成的原油 来自于俄罗斯 四成的天然气 仰赖所谓的俄罗斯 所以你今天在讨论八月底要禁止 煤炭 十二月底大概九成的一个俄罗斯原油 但天然气他们始终就没有办法 然后达成一个共识 因为他没办法你知道 就是我今天想尽办法要从美国挪威 甚至于地中海南部的阿吉利亚 然后卡达 亚赛拜兰 这些国家寻找所谓天然气的一个替代 但因为这些所谓的液态天然气 所以这种液态天然气的话 它需要有一个运输跟转换成本 也就是说短期之内 它其实非常难摆脱对于俄罗斯能源上的依赖 所以你今天我们在谈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尤其是在能源上的制裁 它其实是对那个同时也是在对欧洲的一个制裁 因为它根本就不晓得怎么样去做相关的一个因应 所以周老师你谈到整个欧洲 因为它在进行所谓的能源转型 所以其实转型最大的痛苦是造成很多挫折 所以我们看到民生物价它的高涨这件事情 这边有一个最新的数据 欧元区它7月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年增8.9 我们知道在战争的这个过程里面 有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北大信号工业组织 那这个NATO 这我们大家今年都在做历史复习 这个部分现在他们有对于整个战争的准备上面 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长期战争 而且他也把它定义到台海这个部分来 说也一样的情况 所以大家都要准备 所以您在现场的时候 跟他们的互动是他们怎么回应 我在上个月在欧洲的时候 正好有机会可以进到北大信号工业组织 去跟他们几个主要负责事务 参观事务的部门的官员里面 做了一个面对面的一个沟通 它的名字叫北大信号工业组织 也就是说它的区域就是在北大信号这一块 他已经很少跨越这个区域到去管其他区域的事务 尤其是亚洲上面的一个事务 所以我在面对面沟通过程里面 我就问他们就说你现在对了 把焦点放在中国 放在中国 我说那你们的优先选项是什么 优先适项是什么 他说没有 那你们具体的政策是什么 他给我一个非常自视的回答 就说要建设性的对话 然后跟亚洲的一些战略伙伴 他先定义四个韩国日本澳洲纽西兰 开启看看有没有一些所谓的军事上面的一些合作 一些所谓的倡议 类似这样 所以他们这些的一个发展里面 把它称之为所谓的亚太版的北约了 但是我只能跟你讲说 这个大概都还在起步的阶段 纸上谈兵的一个相关的阶段了 所以北大信号工业组织 就说他们的重点还在俄罗斯 因为他们现在内部一团乱 它的重点一定会是在 我如何度过这个冬天能源短缺的问题 我如何去化解因为通货膨胀导致了那个民怨的问题 以及现在高温野火的问题 有没有 那这些其实大概就已经把欧洲给绑住了 就是说我今天要先处理我好我自己内部事务 我大概才有闲暇有余力 然后去管到他们自己本身区域以外的事务 这件事让我跟老师这边请教 其实欧洲这么远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欧洲研究作为你自己个人的一个终身的研究的领域 那你怎么样去让我们台湾人可以理解 其实我们在看亚洲时候 欧洲其实就是一个我们重要的一个model 是啦 就我们怎么去看 就是我不否认了 就是现在的一个国际格局里面 美国跟中国冲突 它一定是主軸 可是就是我们的一个媒体的国际新闻 它真的太重视了美国中国是把台湾拉进来 然后美中台的三角关系了 跪节目例外 好吧 所以即使我们现在去看 用俄乌战争来看 就感觉令我们很遥远 可以去看它影响层次 基本上几乎全球都受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去看有关欧洲的相关议题里面 它现在制定出一个印太政策 这个印太政策就从印度 东南国写 当然还包含中国 那如果我们今天反过来看的话 你不觉得跟我们台湾对外关系发展的重点非常类似吗 尤其我们现在在推南向政策 加强跟印度之间的联系 那我觉得说 欧盟跟我们自己本身的对外政策的发展的重点里面 它其实又有高度的重叠 而且是合则两立 因为你今天把欧盟跟中国这样摊开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说 欧盟现在除了中国经济利益以外 它其实逐渐发觉了 它自己本身跟中国在政治体制上面 甚至在价值观念上面 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 而且它很难去做调和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改成台湾的话 我们就没有这方面问题 我们跟欧盟多好 对不对 价值观多么的近似 是不是 尤其他们对我们台湾民主政治 多么的赞赏 对我们工卫体系的一个完整 对不对 多么的肯定 尤其在现在我们半导体 都重要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台湾可以稍微去逆向思考一下 怎么样去跟欧洲 来做相互之间的一个合作 我觉得可以稍微去关注一下 有关欧洲的一个发展 然后对于我们整个台湾的对外关系 我觉得它是有帮助的 我们从国际新闻 还有很多专家 把我们写的文章当中看到 欧洲今年的经济疲弱 我们特别邀请在法国的台湾留学生 跟大家亲身的说明 其实这个物价通膨 汇率变动 是一个很大的民生冲击 而且我们要知道 俄乌战争 它其实不是一个国际新闻里面的小剪影 就像台海战争 它其实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卓老师 来为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解释 特别是他刚刚从欧洲回来 谢谢卓老师 谢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就能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我们节目最新资讯